这难道就是他死刑的目的吗 你今天要求一个什么结果 我求他 我要个名分 你要一个名分的意思就是说 要跟他结婚的意思是吗 是 你跟黄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男女关系 这个关系长达多少年 十几年 十几年 有孩子 三个 吴女士和黄先生同居了十几年 他们不是合法夫妻 却生下了三个孩子 听到这儿 在场的调解员和观察员都大为吃惊 而更让大家吃惊的还在后面 我们的编导在此前了解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黄先生和吴女士这场长达十多年的恋爱 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错误的 甚至荒唐的恋爱 因为这位黄先生这十几年来 根本没有资格看恋爱 你跟他在一起长达十几年的关系 他是有婚姻状态的 是 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有家庭有婚姻 不知道 不知道 他结婚没给我说 他给我男女关系了 之后才告诉我 我就这样上了当 吴女士告诉我们 黄先生虽说是在前年已经结束了他的婚姻 是个自由身了 但提起这段往事 他却还是气不打泥出来 他的这股子气 从他的情绪 更是直接反映到了他的身体状况上 不舒服吗 我今天脑一气 胃就会痛 是 稍微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候 一直没有开口的黄先生 在一旁冷冷的说出了一句话 你觉得不合适你会走啊 黄先生这句话说的轻描淡些 但是对于吴女士而言 如今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现在他带着三个孩子无依无靠 所有的希望好像都寄托在了黄先生身上 那黄先生呢 他现在对吴女士又是怎样的态度 可能在他这边看来就会觉得 既然你都已经离婚了 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有这个想法吗 我显示从你想过 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行为就是 让我觉得很恐怖 我觉得很难接受 如果现在都没结婚就这样对我 如果结婚到时候日子怎么过 我觉得很难挨 所以你在犹豫是吗 对很恐惧 那让你会去犹豫的这个恐惧 就指的是来自于什么方面的恐惧 我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来调野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之前 我从福建出差 然后回广州 然后我那天是下午坐车的 大概五点钟上车 因为我上车就睡觉了 然后他在六点多拼命打电话 他打了几十个电话 如果我不听电话 他就不停地打 也是能够一刻晚上 不停地打通宵打 或者他有 说完没有 听我说 你说 打电话是为什么 因为他去他前妻的房子 他都跟前妻离婚了 还去干嘛 是离婚了 但是他老是去那里 去那里不回来 去那里过夜 去前妻那 他给他前妻 既然就离婚了 就撤离 不要整天纠缠不清 吴女士告诉我们 她之所以会那样疯狂的电话追踪黄先生 不为别的 就是担心黄先生与前妻 藕断四点 她说 她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去年时候 晚上我下班了回来 我打电话 她说 还在医院干活 然后我睡觉 睡觉之后 九点多钟 我打电话 她就不接了 再打她也不接了 不接电话 不回家 黄先生到底去哪了呢 吴女士立刻就联想到一个人 黄先生的前妻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 她就是在前妻呢 我的遗感 她经常这样骗我 所以我就遗感对我这种问题 就是凭着这种猜想 吴女士做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举动 这个举动 不仅牵连到了几个无辜的人 更是让事态变得一发不可受 第二天 星期一 我给小孩都请假不上学了 带着三个小孩去找他 你给三个孩子都请假不上学 是 那我不可能如果有什么事 我三个小孩没人理 家里没人 带着孩子一起去找上门吗 是 去找他住房子那里 住到那里 然后我去问 他前妻就骂得很难听 骂他骂这的 骂完了出来 就出来打我 他前妻给他儿子打我 打我 刚好我前面 北个那个北包 在前面 一脚就扎 扎下去 他就扎了我包了 我说如果是不北个包 就是扎伤我了 你去找前妻 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找他 不是找前妻 可是他当时在还是不在呢 他东西在 他人在外面逃避 不敢面对 也就是说他的确在那出现 是 你是不是会经常到前妻那去 我现在一个月大概有几天吧 去前妻那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主要是看小孩吧 我觉得看小孩什么不好的呢 就你只是单纯的看孩子 是 借口 刚从那里回来就打电话 前妻就打电话给他 你认为他们还有感情的联系 有 他们还串通来了对付我 什么意思 因为我那时候 就他打了我 当时就打110 搞了派务所的 然后等他出面 还在他前妻面前 小孩面前那么多人 派务所人面前 说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你会说你不认识他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 你不能找上门来找麻烦 门来呢 就是前妻跟小孩对他就有怨恨了 他说说去找我 但是前妻可能就认为 你来找上门来闹 那我是肯定对他有看法的想法 你的前妻和孩子 把他当作是你们婚姻的破坏者 对 说句不好听 你说说是第三者 跑上门来闹 你算是算怎么回事 人家不早上去找他 就算好了 我就不可理 你经常拿这句话来 来来什么 那不是吗 你做那不该见人的事 什么什么什么 就要说我 这都是你说的吗 他会说你 他说的 因为他做的好光明 所有把叫他把眼睛摘下来 他就不想给我丢 你丢面子 别人可以这样要求他 唯独你黄先生 你不能这样要求他 我走到你了去 我的胃好痛 不激动 平静一下 在讲述那场混乱的打架过程时 吴女士和黄先生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愤怒当中 而我们的主持人张婷 却注意到了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个被吴女士和黄先生都忽略了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在整个混战过程中 丝毫没有表现出成人应有的分寸和理智 竟然很自私的将三个幼小的孩子 卷进了这场荒唐的混战当中 当孩子目睹你们发生这一切的时候 孩子们怎么办 他们在旁边是什么样的 你有注意吗 当时我结果回来问小孩 我问我小孩 我说人家都打妈妈 以后长大也有出气 他说我长大我也会打他 孩子有问你吗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问 他们看到的只有争吵 打架 是 孩子是你们的什么呢 说我的事不错 三个小孩子没人带一把 风味苗苗都在我跟着 还有一次我在上班 我说我这几天要加班 我想没想他出差 他任何人也不交代 把小孩放在家里 一个送了幼儿园 两个送了两个在小学 然后中午回来没饭吃 小孩看了中午够中了 没家劲 没饭吃 又去上北的搜包去上学 我中午没回来 到下午七点多了 都天黑了 冬天 小孩被个搜包在大门口 被了搜包坐着 动了 失跳 我小子在幼儿园没人接 他也没给谁打个招呼 我还没带手机 他这样做过不过分 你怎么来看待你们之间 生下的这三个孩子 这孩子我是不想生他 他说生小孩要来拖累我 就说让我离不开他 离不开小孩 你是这样想的吗 小孩生下来 我把小孩弄